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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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須替別人想,潤能寫,想,自己想,處理事情,須替別人想 作為學長,我以前華爾文學的不好,考過倒數第二名 所以有寫錯的人大家可以直接指出來,沒有關係 論人先這樣自己想 我們在議論評判別人不對的時候 也隱瞞回過頭來想,那我又好到哪裡 因為我們要提取人情就是 當我們自己也沒做對的時候 我們講的道理在通,人家也不需要記憶 邊聽邊想,你有沒有好到哪裡說 你五十步還笑過百步 所以還是要正極才能讓華人 言語才能感動別人 所以要心平在與人相處 在與人溝通的時候,多能先回到 反省自己上 我自己有哪些做的不對 反而自己先見到自己有不對 心平平下來 馬上都是先談自己不對的 各自走 天清地靈 反而對方也感覺到你的誠意 他也反省自己 兩個人呢,都很有這個深度 都很有這個收穫 互相之間的一種互通交流 就能夠更好 好 接下來呢 我們言語的態度當中 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 態度呢 是厚道 在第一次規當中說到 人有短 人有短 卻無天 太上感應被提到 不張人短 這個都是很重要的態度 因為我們去張人短 就像天地的合計 總要提醒自己 一言一行 是利益 這個社會 利益 這個天地 才好 而我們的言語厚道在內 給人留於地 不給人難堪 甚至啊 不要給人 抬不起頭來 尤其是講話 講到人家後 氣得都快吐血了 然後講不出一句話來 然後你看他自己覺得很有本事 你看我罵他罵到他連話都回不了 當我們在那裡自以為很得意的時候啊 死不就已經入亡了 太苛刻了 所以凡一世 就是我們所知道的 他人的一件事啊 而觀人眾生 是關乎他的名解 是關乎他的名解 關乎他一生的名譽的 所以 縱然 我們是確定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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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你看 對方 好像有一些好的機會了 你看呢 心裡酸酸的 忌妒了 還在旁邊說 放開 你知不知道他以前幹過什麼 他以前還經過監獄呢 他以前還練過血法呢 這個時候啊 我們就要看自己的心 然後講這句話 心情是什麼 救不得任何 把人家的倉巴都挖出來了 這就是有時候的 浪子回頭 救患啊 人家能不改革自己 那都是天底下最難得的事情 怎麼還把人家改革的機會 所以叫看人要看後半段 才活動 你看到人家表現不錯了 就馬上在那裡 哎呀你都不知道啊 我以前跟他很熟的 他就是那個模樣啊 這個都是可可 應該人家可改 我們隨行 我們讚嘆都來不及了 絕對不能有進步的人 不可做口 不可做口 反應我們講出來的一句話 而 傷我殘厚 這個傷我殘厚呢 就是 有傷我殘厚的厚道 比方說 言語別人 調侃別人 給別人還沒面子 這個都是傷我殘厚 而我們往往啊 這個言語啊 讓人難堪呢 都還覺得自己變才不敗 這樣就錯上加錯了 雖閑嘆 雖閑嘆 一般茶餘飯後 一不亂講 我們學閑嘆 西語 這有時候啊 輕鬆 比較放鬆的時候 就隨便 畫得不精神 還是要 順滅 信念 西方人講幽默 幽默 幽默應該是可以拿自己 來給人家做接近 才是 去調侃別人 讓人不好說 那就不叫幽默 那叫鼓勵啊 而我們要很冷靜 人有時候 一不謹慎 一隨便 就是真的是 嚴重意思 我們成長過程 有沒有發現過 很好的朋友 就在那浪開玩笑 結果有一句話 對方聽了 實在受不了了 就決裂了 從此兩個人 我在打招呼 有沒有這個講話 這個就是 教主要上後悟道的麻將 來造成這個結果 好 這個是第二點 第三 我們說後悟道 就是射身處地啊 為對方做下 所以呢 工人之惡 就是你今天要 把他的問題 給他講出來 指出他的確定 工人之惡 也要注意 不太嚴 不要一下子呢 太嚴苛 比方說 對方 親朋好友 有十個確定 我們 一次就把十個 全部把他給攻下來 你看會怎麼樣 要不是那個人喔 就像皮球寫了起 要不就是跟你 幹起來 是吧 你四個都給人家 供下去了 那他不惱羞 有程度才怪 一條一條都說不好 人家自尊性大 說 我以為你講得這麼不好 我這個工人之惡 不貪眼 要使其看受 他想他受不受得來 要散接人性 散接人意 現在人的狀況 你要提醒他的問題 首先先肯定他 集權 讓他歡喜 讓他有自信 接著再柔軟的提一些問題 總要能稱讚 比批評多一點 這樣比較好 接受 這叫人情勢力 教人以善 我們 希望 親朋好友越來越好 把一些善的道理告訴他 希望他能消化 教人以善 過不夠高 當時期可說 當時期可說 假如這個朋友跟你講 我網友還是很多 你說你就是不老實 聖狂之分在乎一念 搞那麼複雜 不依教奉獻 教人以善 教人以善 那些道理是對自己的啦 不是給別人的啦 是吧 別人的重要體恤 重要活力啊 好 假如我們這樣去勸別人 人家看到我們就害怕 哎呦 還沒講話 還沒講話 就覺得好像一股煞氣 已經心到了 就不好 你雖然是為他好啊 但是 不提取人情 再來還有一種啊 也是 就是要關照我們的 互動 我們假如這些人情事裡都不明銳啊 每天不要說利益人啊 不知道多少人 因為我們在那裡睡不著覺啊 在那裡翻來覆去很難說 你一句話就像劍一樣插到他的心裡面去 自己都不知道 這一句呢 提到的 論人之非 在談論這個人錯誤的時候 這個也是必然的 比方我們在團體裡面 公司裡面 做每一件事情 不可能全部都是錯誤的 鐵定而已 要做錯的時候 那我們在面對團隊的錯 面對他人的錯 這個時候我們在論的時候 能不能和諾的 還是 別人又做錯了 落井下石 然後 就批評的一文不適 這樣就不好 我們看到這一句裡面 當看到別人有錯誤的時候 當緣其心 不可途逆其跡 其實 很多時候啊 別人錯誤的行為 他的動機 都是善意的 只是沒做好 當一個人很善意的去做 最後結果 最後結果是錯誤 或者是 失敗的時候 他好不好說 他一定很自責 很難過 這個時候 我們又沒有體諒到 他當初做這個事的 善心善意 然後又劈頭盖臉的批評 很可能把那個人的 善心善意 給摸上去 久而久之啊 當時的 我覺得很痛苦 很難過 我不被理解 所以人與人相處啊 不能只談對錯 還得要體諒 理解 還得要交信啊 比方 在家裡面 孩子 給母親倒一杯水 他很高興啊 母親口渴 看進去倒一杯水 結果 動作太充滿了 怕水給翻倒啊 這個時候 媽媽一看到那個玻璃杯摔壞了 那個多少錢 你知不知道 你看 論能之非 不是看價格 你假如一個老闆 員工把事情給做不好 馬上說 你花了我多少錢 你知不知道 可是那個員工 可能是盡力做 沒做好 是吧 所以我們假如 只是批判那個行為錯誤 或者是情緒發出來 可能對方那個善 就會被我們給一個感覺 我們想一想啊 一個孩子 歡歡喜喜 要幫他媽媽倒一杯水 最後是被罵的狗血頂頭 你說他下一次倒水都會發痛 會不會 請問他下一次倒水有沒有學到經驗 沒有 只覺得恐懼 這樣的情況 兩次三次以後 他就不敢再把他媽媽做事 所以孩子跟我們不親啊 都有原因的啊 可能我們在面對孩子的錯誤啊 都太過的嚴苛 都沒有去體諒到孩子的心 跟他僥倖 重視他是做錯了 你都能夠很溫柔的去對待 做錯的人會覺得更慚愧啊 所以今天假如孩子這個茶飯一滴了 母親馬上講到 來勒來勒 不慌不慌 趕緊收拾好了 趕著孩子一起把這個玻璃啊 收一收 然後跟孩子講 我們說 二次啊 你能體諒到媽媽口渴 這個消心很難得 而從這一件事情來 我們下次也要學懂 你好心要做一件事 還得要不從容 力端正 是吧 事務忙 幫忙多處 持虛氣 除此以後 第一段話講完 孩子覺得被理解 所以學長 你們有沒有被理解的時候 有這麼慘啊 都沒有反應 一個人被理解的時候 當下 深信是什麼 有一股能量 好像他潛力就在被理解當中 拿出來 是吧 我記得我讀小學的時候 我看到老師拿著作業本 我趕快衝過去 到師父幫你拿 老師摸著我的頭 好乖喔 能量就來 被理解被肯定了 被信任了 而當下 這個孩子除了被理解以外 他又學到很重要的做事態度 我相信 我相信 老媽媽不責備他 他會覺得媽媽很有羞養 這個時候 媽媽講的話 他會聽得更深重 更加的 忠實媽媽的話 就是說 父母也好 長輩也好 在孩子的心目當中 你越有德行 他們聽話就越珍惜 這必然 好 所以 李秉蘭師公 曾經講過一段話 也是非常好的講話 見人有善 不忌諭 要隨心 見人有惡 不批評 要歸勸 三相勸 得皆見 我歸到兩歸來 人家有不好 我們還批評 臭上講錯 一來沒歸勸 二來還批評 批評了之後 還形成團體對立 都是一氣同事 見人有惡 不批評 要歸勸或守末 這個很有味道 他有錯 為什麼 不講話 因為他對你信任還不夠 人鬼眼前 時機還沒到 而守末 更重要的 提升他對我們的行為 這個時候就是德 你要有德行 你要在團體裡面 都是主動負責 人家就容易信任過 而人家信任我們 我們不是去愛慕 這個信任 而是透過這個信任 更好的去幫助 更好的去珍惜彼此的這個緣分 就對了 很多人很希望別人信任 到最後就是人家一不信任他 他就難受 就睡不著覺 那這個又變成 虛榮幸福 我們為什麼要人家信任 只要用這一份信任去利益對方 不是強求別人信任他 人不知 餓不孕 不孕 不義 君主 真的 一個人太強求別人一定要信任他 一遇到別人不信任 他的心情就 大氣大 心都丟不下來 所以人家欺人進入人意 但求不愧我行 一個人要做到 所有的人都認同你 彈何容易 彈何容易 講得太激動了 語如論事 就說要反觀自己 這一點呢 見人錯失 不指責 要協助 這個都是厚道 不刻薄 我們看 就像剛剛舉的 這個孩子 茶已經翻倒了 玻璃 杯已經摔壞了 事情已經發生了 就要當下去 好好治癒 同心協力 收拾 記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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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情已經發生了 你在那罵 對誰有幫助 既然對任何人都沒感到 幹嘛還做 可是往往我們情緒化 人家已經錯了 現在罵 過兩天再罵 每個禮拜再複習一次 到最後 人家雖然覺得自己錯了 假如這麼一而再再而三 就是批評提人家以前的錯 沒幾個人受得了 最後人家很惱羞 沉入了 受不了 總要厚道包容 不值得要先協助 而當別人做錯了 我們還在那裡協助 感人之聲 有時候 你去協助不批評 反而當時人更覺得慘 他一輩子都不忘記 好 這個是剛剛跟大家提到的這個 我能處理他錯誤的這個事情 處理其幾 應該要提煉到他當時候的這個心態之善 好 取人之善 肯定讚嘆別人的善性 取人之善 當居其極 就讚嘆他善的行為就好 不必深究其心 他只要是善心流露出來 他最起碼對社會能提到一個愛同的狀況 但是假如 這個我們看到人家做好事了 那我們道理又懂得比較多了 就在背後就講 雖然他在做善事後 告訴你啊 他都是愛不虛弱的 他十六個字都沒有放下 他自私自利沒放下 貪政千萬沒放下 人家做個好事 你把人家批評到這種程度 就見不得人好 就有時候到了 所以不必深究其心 今天人家信善呢 慢慢慢慢他的善言會 越來越流露 不要刻刻要求人太高 所以總要實時提醒自己 主持的態度 言以律己寬以待人才好 所以這裡呢 又提醒我們 不要在背後議論的 這個就有時候到 背後議論 被我們議論的人 一直到了 常有刻骨的時候 可能眾生都不能示範 尤其剛好在 講人家的壞話 講著講著 剛好對方 在門口聽到了 然後你一講完 一開門 剛好看到他 這個就很麻煩了 所以人家的言語真的是 道爺者不可虛的 隨時隨地都要保持口道 我們其實在 上一次就有談到一個求學的人有兩個嚴重的毛病 第一個 事後論人 事後論人 不見道理的都用高標準要求 或者我們曾經有些經驗了 就容易老王賣國 那個哪有那麼難啊 我來的話兩三下情節流流了 所以這個事後論人 所以這個事後論人 其實事情是很有難度的 其實事情是很有難度的 然後我們在那裡 事後局外在論 每將難事論得幾容易 都有這個情況 其實我們感受一下 難的事情我們談得好像很簡單 人家真正在做事的人 聽了幾次以後 人家還願不願意做 做這些都不求報酬的事 你還批評一大堆 算了算了我不做了 人家做善事都是無私的輔助 重要肯定 我們還在旁邊批評一大堆 結果不是很多 所以為什麼會產生 這種情況 論人論成這個樣子 往往都是在心地當中 不忠 不舒服 那態度 才會造成 這個不忠是什麼呢 不忠就是 沒有把自己放到這個團體裡面去 我是我 團體是團體 假如放進團體裡面的時候 我們就有一個態度 怎麼讓團體更好 怎麼讓每個人更好 這叫錯誤 有這種心態呢 不會輕易去批評 當前團體所存在的問題 它要去想什麼幫助 這也是我們一個人生很重要的態度 我們不管人生走到任何的緣分 都想著我能給這個因緣 我能給這個團體什麼 我們不是來批評的 我們是來貢獻的 有緣千里來相會啊 有這個態度的什麼 任何團體的情況 我們不會卷入是非 我們只會化解是非 再來呢 就是不舒服 不能夠舒服 能夠諸如此心 不能寬恕 不能體諒 不能設身處理當世人的困難 所以我們的言語實際上還是心之身 我印象很深的是一次 刚好路叔叔的孩子 还有一些年轻人都是二十岁 他们一起办了一个夏令 办完以后 主要见到一些可以改建的部分 所谓前世不忘后世之世 吸取前一世的经验 下一次就能开会 所以就一起开会 开会的时候刚好我也在 在场还有几位四十几岁的人 算是大高科医的人 我那个时候还没三十岁 还挺年轻的 然后呢就先请这个四十几岁台大毕业的学姐 那个都是跟了路叔叔很多年的学生 对于他的孩子来讲 都是大十几岁的大姐姐 大哥哥 请他们给予一些执救 结果这个大姐姐 一讲话真的是把这个活动批评了很多 啪啪啪啪批完了 我看几个年轻人头已经快抬不起来了 因为被批评了好像觉得做得太差了 头都抬下去了 接着路叔叔就对他讲了 你刚刚的批评了 全部用你大公司的条件来批评 你们公司办活动 要什么设备 你那么大公司这部分没有 可是现在呢 他们这么客难 有一样没一样的 能够办成现在这个样子 可能称完了 已经是谢天谢地了 应该给他们鼓励才对 所以这个变成什么 我们很容易用自己的经验 去要求去衡量 却没有很客观的 去了解他的状况 这个也是死后刀 甚至于这个也是什么 好为人是什么 要展现了 讲几句话就要让他知道 我可是有来历的 我可是不简单的 所以这个时候给人的建议 都是自己的角度 而不是设身主地 而不是对方客观的 所以这个不是真的给人建议 为什么人能接受 他可以感觉到你非常理解他 他就特别能听你的建议 假如你提的意见他都觉得你根本就不了解他 好 这就是我们讲到的批评的一个心经 提意见的心经也要厚道 有一个格言也提到过 在古人之后 议论古人之事 好像很容易 假如我们真的坐在古人的那个位置 我们要去做古人那个事 为古人之事 做难 所以我们面对现在人发生的事 以及历史当中的事 总不能很苛刻的 好像讲的都很容易 讲的自己都没问题 古人都很差 现在的人都不怎么样 这样的厚道都不过 甚至都是供高模板的希望 真正设身主地 历史当中那些情况 我们真的可以去做那个宰相吗 我们真的在那个位置当中能比他好吗 大家想一想 唐玄终遇到杨贵妃 是吧 想问大家 诸位男士 你遇到杨贵妃 能受得了吗 骂的很轻松啊 真的境界来了 过得快 过得了快吧 大家要了解哦 唐玄终可是曾经治理天下到开源之之后 现在让我让皇帝能不能开源之后 一个头都两个大哦 所以他也不简单哦 遇到杨贵妃哇 没办法 遇到真正的对手啊 就过不了患了 好 所以面对古人呢 我们就见不嫌是其 见不嫌 内之行 总不要客客君意啊 就好 好这个是后道的心态 再来言语啊 也要正直 唯其事物令桥 奸巧语 惠无耻 事情其 且戒指 这个都不要讲这些话 要讲正直的话 再来言语啊 也要恭敬你去讲 称尊长故护明 尊长前 神要敌 这个都是有恭敬的时候 自然而然会做到的 太多 好 好 接下来呢 我们 再看 第三个部分 言语 也要强调方法 在方法当中 持共问交朋友 同时说道 宗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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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善 老子 不可 则止 勸朋友呢 宗固就是尽心精力去讲 去引导他 假如劝的时候 他不能接受 不要 强求 不可 遮止 因为你太强求了 讲得到他 反而脾气上来 反而 这个恼羞成果上来 就不好说实了 可能都会很尴尬 那我自主言 所以孔子另外又讲到呢 四君说 这个四君其实就是劝接自己的领导人 劝得太平凡了 让对方已经受不了 其情绪呢 可能他会骂我们 世君说是好 朋友说 劝朋友劝得太过太平凡 是疏远 可能朋友就看到我们就不舒服 就会疏远我们 讲得不好 重要抓住人与人相处的一个分寸 不要伤了和气 劝不动 要用耐心 劝不入 越远复天 其实我们劝人 劝到有情绪 不是对方的问题 是我们的控制欲望太强 希望别人听我们 人家不听我们就难受了 所以人与人相处 只要有情绪的 赶紧关照自己的心 自己太强求 控制欲望太重 再来 嗔恨心太重 动不动脾气就上来了 所以这个同学也是给我们发考卷的 这方法里面 我们刚刚也提到的 归过于事实 也是很重要的方法 再来讲话 这方法的方式也很重要 凡道者 重其数 悟及其 悟 一个人讲话太快哦 别人听不清楚 小朋友有些 甚至你讲得太快 他越听后 他的那个心脏啊 情绪啊 都被你给讲得有点乱了 这样就不好 所以讲话 指指指指指指要问 要平和 让人家同目尊重这样听 好 所以 修养啊 别先从讲话不要太快 尤其不能像机关羊一样 哒哒哒哒哒 都丢不下来 再來呢 心要喘 色要溫 氣要合 食物 要婉轉 天使用區要婉轉 我們好像回到要考高中聯考 哇 一天超這麼多孩子 好 再來呢 勸人的方法這個原則很重要呢 勸人不可以直接批評他的故事 要鮮美欺詐 先肯定他的好 肯定他的付出 人家有付出了 你連個肯定沒有就先批評了 一般的人 人情上說不了 你肯定他了 他很歡喜 人心喜啊 勸戒的話就容易聽見 散言易度 當然喔 你肯定他的好要發自真心 不要又想喔 蔡老師說 先稱讚他幾句再批評 然後就 稱讚的時候呢言不由衷 人家邊聽邊雞皮疙瘩掉一滴 就覺得你好刻意喔 最後就知道喔 原來你是要批評我才肯定我 那就不對啦 你是要真心肯定人家才對我 所以學什麼東西啊 說坦白話 不從心地上學喔 越學越偏 不能學技巧 要學純心啊 有一個男子 剛好聽我們講座的時候 聽到一句話說 好話一句 做牛做馬多願意 喔他聽話很高興啊 再回到家裡 剛好他太太在煮飯 他就拖攤進去煮飯 跟他太太說 太太啊你辛苦啦 他太太看看他 知道辛苦還不進來幫忙洗菜 結果他就愣在那裡 欸 蔡老師沒有這麼講啊 喔你看喔 聽這個話心太錯了 他就出到底了 那好話一句是什麼 是真正領受了太太的付出 太太的不容易 才會真正的流露那些感恩 那些讚嘆啊 那對方聽了當然歡喜了 可是是為了讓對方做牛做馬才講的 那就不是真心的言語啊 是吧 所以假如他是真的覺得太太很辛苦了 太太一說 那就敢來幫忙洗個菜 他一定會歡喜繼續洗菜 你們怎麼被什麼反應呢 難道你們都是帶著目的 為學純度啊 我們要帶著真心來學的 好 好 所以這個也是很重要啊 挑戰人情才好 再來 這個勸見別人的時候 責任時 要含蓄 因為現在的人啊 情緒話比較嚴重 容易啊 強勢 一講幾話來就 這個師夫人 比較好 這個尤其啊 我們女性同胞啊 她特別精神 可能是經代這幾十年 有一個風氣啊 女人要跟男人爭斑變天 男人也要當天 女人也要當天 女人也要當天 請問誰當地啊 請問誰當地啊 你真的很會妙嗎 我們老祖宗的學問叫做 天然和一樣 人心跟天地萬物是相應的 所以一 男女的特質啊 譬如啊 乾坤 男為天 結果現在呢 這個坤不當地了 要當天了 那地就翻上去當天了 那就天攀地霧了 是不是 讓大家冷靜去想 這個都是表法 人幹嘛在那裡一直 你說男人向天比喻得很好啊 為什麼 他又有擔當啊 任何事情發生了 他都能扛起來 他才像男人嘛 是不是 你說天都塌下來了 那天塌下來 不就是沒有辦法依靠呢 那男人就不像男人 是吧 是吧 女人為什麼叫低 我們就想想母親付出就知道 你說 公公婆婆也好 先生也好 孩子也好 鬧情緒的時候 誰把她說起來了 誰把她安撫 誰把她化掉 不造成家裡面那種緊張 情緒的情緒 誰啊 不就是女人那種溫柔不情嗎 你看地就是標準 所有的萬物啊 你說動物給地什麼 都給她糟蹋啊 是吧 都給她大便啊 撒在她身上了 人家把大便變成營養 是吧 再把她滋養萬物啊 這才是第一的利害啊 這女子 先生跟人家衝突的一些情緒的話 到她身上來 再把它化成太和之氣 變成提醒先生的智慧啊 以前的女人真有這個粉絲啊 大家看看唐太宗的太太 張叔皇后 那唐太宗氣死馬路莫菲 把她給殺了 有一次被位證氣了 不行啊 拿起氣了 氣死我 那是忠誠啊 殺不得啊 唐太宗急憤怒過來喔 張叔皇后怎麼應對 趕緊去穿最尊貴的服飾 就是 國家最正式的 典禮穿的服裝 穿好喔 公公敬敬出來 你該怎麼 馬上跪下來 恭喜皇上 賀喜皇上 我們的朝中能出這樣的 正直的大臣啊 一定是有聖君出現 才能有這樣的大臣出來 唐太宗一聽 挺舒服 你說馬上不就那個情緒 就被他轉過去 那沒有那種柔軟能轉來的 所以這個天跟地啊都是順著男女不同的良好的特質啊 來標法的 來讓我們去發揮的 來讓我們去發揮的 所以現在呢 假如沒有地了 就是告訴我們 我們的下一代 他也沒有立罪之地 第一個 母親不在家 孩子想不想回家 人都不想回家了 他有立罪之地嗎 他的健康 他的心靈 他的人格 都很難有立罪之地 你說在外面能吃出健康嗎 那是我 我都不想回家 是不是 外面的心能像母親這種愛 不大可能 除非你去找到那個勇氣點 很有愛心的人做的那靈鋼筆論 所以我們看一看 沒有母親的呵護兒子 他的心靈不可能健康 而且客觀的來講 一個人一定是受母親的影響比較大 為什麼 懷胎思慾是母親啊 生出來以後 那種很自然對母親的依戀 和哺乳 那個就是最親密的 所以一定一言一想 都受母親的影響 所以母親 都不願意當地了 孩子的心地 怎麼張揚這些三條 所以天下的安慰 女人家 超子一當半 孔子講 七爺者 親子 主也 一個家庭親人當中 最主要的講師 叫家庭主婦 這個主是女子的喔 沒有家庭主 沒這個話 好啊 這個都是依據孔子講的 好 我怎麼講到這裡 怎麼可以從這一句話 跳到 講女人 你怎麼怎麼 你們也回不來了喔 我也是很感動 因為你們很專注 所以責任的時候啊 要含蓄 好 我想起來 基太經理 要回緩 基太子 要醫生 基太真 這一些言語的方式方法 都是從柔軟起來出來 體恤別人能不能接受得了 不要讓人排難堪出來 所以有八個字啊 對我們主事很重要 叫調剂人情 能顧及到他的感受 不要讓他難堪 他在心理上能接受你 這叫調剂人情 能接受你了 你要讓他明白一些道理 才有可能 你看 這個都是老祖宗講的 持守先後 折見你道理 我們往往是要對方接受道理 可是沒有顧及人情 他只要情緒上 你講的在意有道理 他很難聽進去 所以要先調剂人情 然後發明事 我們從這個心境當中再來看 提醒別人錯誤的時候 要含蓄 講著講著 看他的表情還受得了 看他的表情已經不行了 就先緩一下 不要講到妥妥白沫 就太盡了 好 這其實跟剛剛講的 教人以善不夠 讓司機可重 工人之惡 不太嚴 要司機看重 看得住 看不住 要克魯一下 受不受得了 要考慮一下 要委婉 記太子 那個話 你就是這樣 就 像一把刀一樣 就戳在那個人心裡面 他就不容易接受 委婉一點 那個委婉當中 讓他感覺什麼 你是為他好 而不是只是在批評他 要 遺失記太子 遺失就是不要把話講得太絕對 我可能會怎麼樣 我可能會怎麼樣 你就是這樣啦 你沒救了啦 這都太真了 你一定會怎麼樣的啦 假如這麼講 哪怕他真的那個樣子 他也不會回過頭來跟你說 你講對啦 是不是 我鐵口之斷啊 你一定會怎麼樣啊 到時候他真的 如你所預料 他也從此不會再見你 但是你假如說 你可能會這樣 你還是要謹慎一點 到時候他真的發生的時候 他反而會覺得 哎呀我當初沒聽你去 哎呀下次要多聽聽你說的 下次他更重生 可是我們假如講得太真了 太非常暫定接聽 一點顏面都不留給他 那他以後就不敢來接聽 好 這個是我們講到的方法 還有呢這個講話 是 就表達清楚就好了 不要講得修飾太複雜 然後拐彎抹腳 最後人家說 你到底要說什麼 你趕快說吧 是答而易 講清楚就好 當然 這些都是原理原則 假如你今天很委婉 很含蓄 然後那個對方說 你就直接講吧 我聽不懂 那你就別讓人 就講 但是 邊講邊看 喔 他說你就直接吧 你就是很相信他能接受直接啊 你得看 一句兩句下去了 欸他反而 哎呀這樣才對痛快 那可以繼續 你要直接講 結果講兩句 你要趕緊說兵啊 就凡事還是要靈活一點 隨時調整 哦 好 所以法無定 都要隨應援跟蹤他們 自己這一刻柔軟的心 為對方好的心 保持住人 應該都不會錯誤偏差到哪裡去的 不要今天操了那麼多句子 頭暈 頭暈眼花了 都要從心境上去體會去學 就不是那麼複雜 好 我們接著呢看 講話的 方式講話呢 接著看實際 這個實際當中呢 孔子在 論語當中 平衡 中人 遇上 可以遇上 不可遇上 這個在庸野篇 庸野第六 這個人的程度啊 在中等以上 你可以講高 再高一點沒有關係 但是他的程度是以下的 你給他講上了 這實際就 不是很多大 他們很難理解 甚至於說實在的 很多時候啊 他說經歷的事情 體悟的事情還不到 有些 他也聽不懂 所以有一些話講的 養兒房子 他有一些經歷以後 再給他提 他發了什麼 他都體會不到了 你一直講一直講 他就覺得很多 好 再來孔子 講到的 君子心惡後見 建立了信任以後 再勸 還沒有相信的時候 就勸他 對方 覺得你跟他交情還不夠 還批評他 他會以為你看他不順便 所以這個也是很重要的 所謂交情還延伸 再來講話的實際也要察言觀色 就是實然後言 實際對了再講 我們不能一開口啊 都當下的那個氣氛很尷尬 這就不是實然後言 人不厭其言 講話實際點很對 講的內容很得體 人家聽了書 人不厭其言 這岳父見這個岳子也是實際點 再來呢 在這個勸的實際啊 還有一點 就是假如我們勸沒有用 可以請他能聽進去的人去勸 有時候勸的你不能製作 一定要自己去勸 那你觀察了 他特別佩服他 讓他去勸 反而比我們更好 這時候也不要製作 那現在我們修行啊 就怕什麼呢 若正修道 不見世間過 這是好的 可是好的道理啊 不可太過 怎麼說呢 就心偏掉了 團體裡面 家庭裡面 有人錯了都不講 不講的時候 當事人不知道他錯啊 他會一錯再出來 甚至於久了以後 他覺得是非都分不清楚 所以這個不見世間過啊 是絕不把別人錯誤的行為 放在心上 甚至於去指責批評 沒有這個行為 但是看到別人有錯的 就是善相權 就是怎麼見識根 這就對了 不然團體裡面老實話都沒人講 事情犯壞了也不檢討 不見世間過 那這個團體裡就沒正氣了 就沒有去改進了 一個團體沒有正氣又不常常 針對事情檢討問題再提升 那我是越學越對方了 那這個時候怎麼對得起大眾的信任呢 所以不見世間過了 是絕對不要再增加是非對你 但是要歸勸 所以有時候 比方這個同仁朋友 來跟你講 那個人的情況怎麼樣 他的動機啊 是要一起來協助那個人 那你要協助一個人 清楚他的問題 你才好幫他 所以這個時候在討論的時候 是不是見了嗎 是不是見世間過 是不是在搞事會了嗎 不是啊 那要了解情況你才好幫忙 但是呢 絕對不去養當事人的不好 只要去養 絕對是錯的 來探討好了 我們怎麼樣協助他 你去勸勸他 他比較不聽話 比較聽話 那都是為對方好的行話 這個就不是見世間過 我們很冷靜來看 當局者密啊 旁觀者清啊 我們現在 都是成年啊 成人啊 成人要看自己問題的不容易 不容易啊 所以家庭團體 假如還沒有形成 善相勸 能夠實心的去勸告對方 哪裡不足 那真的 那 到最後會 大家都不知道 十歲是什麼 對錯是什麼 都都不清楚 所以不能學的 到最後都偏了 變成吃錯了 就跑了 不能修到最後 就是要修個樣子 給人看 我都不見世間過 我只有不批評別人 修成這樣呢 都這樣看起來是個好人 事實上啊 很愛面子 為什麼 要別人覺得他是好人 不是愛面子嗎 真修行人是做對的事情 人家批評誤會了 他都 人不值得回應我們才對 而且有時候啊 現在幫一個人啊 可能他還誤解你 他還看你不順眼 可能他要三年以後才感謝你 勸不勸 你們有點猶豫 真是這樣喔 不要說別的 父母對孩子的愛護 勸導 他多久才明白 有時候他十五年啊 多少年以後才知道 原來爸爸媽媽為我好 所以這個年代喔 要當好啊 侮辱 真的是用心良苦啊 人家 不理解 還指責你 還罵你 你還能 一如既往的 對他 就對了 這樣才是 受辭 文語 相不知惑 好 孔子這裡又講到十幾點 可語言 可以跟他講了 但是我們卻沒有掌握 而不如之言 他已經信任你了 實際可以講了 你還不講 不可語言 這樣就對不起人 死人 時機還沒到 不可語言 卻急著要跟他講 不可語言 而語之言 就講錯話了 失言 孔子說 如果自責 有智慧的人 不失人 不對不住人 不對不起人 亦不失言 也不會講錯話 在這個詩季當中啊 我們在書籤 剛剛曾經講過的 一句 為什麼都會錯誤 因為有時候一句經句啊 它裡面的每一個小句 都表現一個正確的方式 或者形態 比方我們剛剛講的 是父母基建 建字不從 右鏡不為 那個右鏡就是非常有耐性 非常過敬 而第一句裡面講的 是父母基建 這個非常有味道 這個基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我們最常講的 就是我們最常講的 防危的經驗 而父母親人 已經看到有端詳 偏頗了 剛看到那個症狀 就要乾淨去 就跟治病一樣 不治未病 不治疑病 不治疑病 那那個病很嚴重了 再來自己就不好吃 所以 他有一點點小餓了 不妥當的心態 就要勸啊 等他已經養成習慣了 要勸救他 好 所以對父母也好 對一切生命當中的有緣人 都是一樣的形態 好 最後呢 我們講言語的影響 我們最熟悉的 一言行邦 一言善邦 一言行家 一言也會上家 第四回當中呢 也告訴我們言語的影響 這個影響是第五點 第五大點 言語忍分之不明 言語忍忍的主啊 這個憤怒就能消下來 也不會再造成彼此的出途 對立 道仁善其意識善 人之之於是 言語常常能影惡揚善 反而帶動了家庭 帶動了整個社會的好的風景 這一點呢 我是長大以後 在學習傳統話 感覺到父母的言語修養 確實的影響 孩子很餓 母親小心眼 講話苛刻 孩子就是很餓 母親從來沒罵過一個人 孩子 就很說 這種太和之氣 對人就隨後 我父親 他從我有記憶以來 他都算是主管 他在銀行戴了一輩子 最後呢是在一個單位 算是最高領導退下來 我從沒聽過我父親 批評過任何一個他的同事 所以父母的言行呢 他潛移默化就變成孩子的人格態度 我父親開車從不按喇叭 我也不按喇叭 我父親一開車 看人家咻過去了 哎呀快夜沒快樂 我十八歲自己坐上去了 看人家咻 我的腦海裡就冒一群快夜快樂 所以你叫我開快車 我也開不了 這個都是 父母給孩子無形當中的影響 道人山 既視山 人子之山 女生 洋人惡 既視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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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刻薄的話 叫利潤 地刃割體啊 很遺憾 道是割了 他還可以回去 上課 遺憾就好 鱷魚上人 很難消耗 有時候言語不經聲 那個影響可能沒有 用刀傷害人更嚴重 有時候講話講到 讓人想跳樓 那就太可可了 所以又有一句話說 一言則敬 半生則死 不要好說 不要好說 有時候用符罩 講不當的話 不得體的話 所以言語簡寡 對自己呢 載我可以少毀 少禍 載人可以少怨 為什麼講錯話的人 人家就滿怨了 載我可以少禍 載人可以少怨 最後呢 師長又寫了一篇文章 叫德行言語學 這一篇文章 也對言語造成的 好的影響 跟不好的影響 講得非常多 少說抱怨的話 多說寬容的話 寬容乃是智慧 少說諷刺的話 多說尊重的話 我們看到都是一念之間 諷刺顯得輕實 尊重 增加的表情 少說傷害的話 多說關懷的話 傷害形成對立 關懷正經優異 哇你看那個結果 絕對不同 這是一念之間 少說命令的話 多說商量的話 夫妻也是這樣 命令只是接受 她是敢怒不敢言 她很不情願去做謊 商量才是領導 少說批評的話 多說鼓勵的話 這個在家庭 這群人想說很多 批評造成隔閡 鼓勵激發人權 所得到的心境不同 得到影響結果 就覺得不同 好 今天這個言語啊 就跟大家交流到這裡 好像今天沒講到古文 好 當然 因為呢 孔老夫子把言語排在 十科當中 挺好 很重要 一個人有沒有修養 跟他言語的功夫 和言語的汗養 謝謝 謝謝 覽 bili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